我上次寫得太少 或是內容就是 什麼亂七八糟 爸爸就叫我再寫一次 然後寫完 然後爸爸叫我再寫一次 好變態喔 我平常講話 人家是要付我錢聽我講話的耶 我講了你們還嫌煩 還想去講話就睡覺 然後一天到晚被他們嫌 真的 我就受夠了 我跟你講 我來問問念言 你有時候你的生日或是 就是每一年 就是年底的時候 你要我們寫信 然後我們覺得很煩 你說手寫卡片 對 手寫卡片 你爸爸用逼的 對 他用逼的 我也以為那個是發自內心 因為我看到念言大哥 還把那個所有的信都收起來 然後一拍得好像很溫馨 每一張一張 那是被逼出來的 很煩 所以那些話有沒有 是你從網路上抄下來的 不是 真的 有一年我也不知道寫什麼 我就上網查一下 生日卡片怎麼寫 怎麼幹話怎麼進去 你知道嗎 那種廢話怎麼把它多寫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寫太少 他們還會抱怨 還要抱怨 他們怎麼那麼少啊 還這樣行 我上次寫得太少 或是內容就是 我亂七八糟 爸爸就叫我再寫一次 然後寫了 然後寫完 然後爸爸叫我再寫一次 好變態喔 當作業 生日卡片 對 生日卡片 那不是從你的心就好了嗎 但是 我的心就是我愛你 就這樣 對啊 很好啊 男生本來不是是這樣嗎 太混了吧 所以要珍惜 他們再過十年 不會對我們說我愛你 沒有 所以我就是要刺激他們 我就是要他們 要挖 要挖到裡面去 尤其是你說男生 男生話很少 男生話很少什麼 那你就要訓練他 他的思緒你要把 因為寫東西跟說東西 又不一樣 就是表達說贏 但寫你是要整理 你要把你想要說的東西 要整理 先說什麼再說什麼 再說什麼 Oh my God Dad 謝謝你 你把我仰勵長大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要挖到這麼深嗎 沒有 就是 因為每一年 夠了 OK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它是一個時間的 一個見證 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年你領悟到了 你要 一年了 就寫到一年的領悟 對啊 都忘了 所以我差不多 最少一年 他們會有一封至兩封信 要給我的 就是因為我生意就在年底 所以過年 聖誕節 或者是我生日 它至少一定會有一個這個 要不然就是父親節再來一個 所以可能會有兩封個的時候 然後字數要超過多少 至少要一頁 一個A4大小 要拿到 Oh my God 好變態喔 會嗎 不是啊 我覺得 這些信我都會 我每一個都會回喔 我都會回他們 然後我會在信裡面 我也會講 今年我們做了一些什麼 你會再回信給他們 回信給他們 你有覺得他們想看嗎 你不會自己寫得 還老淚這種痕吧 然後他們都根本沒有在看 沒那麼嚴重 沒有到 但我是很內心的 因為我是挖很深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東西 我都會 多深啊 因為這是一個禁錄 等一下 你是不是在家族的 譬如說全家人一起吃飯 你也要一直挖自己很深的東西 我沒跟大家聊 說爸爸在工作上面 遇到一些問題 我覺得人生不就是這樣子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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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受傷了 那種 種心的那種 每次不拿什麼一個 很普通的問題吧 然後就 多普通 就今天你做什麼 然後就拉個一個小時的話題 就一直講 然後就 好 OK 我們可以睡覺了嗎 OK 好累喔 所以你今天在幹嘛 他就會說 你知道我現在做這個工作 其實很辛苦 不要讓你們以為覺得 我只是當主持人 什麼什麼 不是 我是講什麼 我講 我平常講話 人家是要付我錢 聽我講話的耶 我講的你們還嫌煩 還想講話就睡覺 沒一份就不要講嘛 好像也對耶 邏輯正確 你知道我每次我都會 我心情很好 我就哼兩句唱兩句 不要唱 人家是買票聽我唱歌的 OK 對 你不是音樂劇很厲害嗎 對 他嫌我 你知道嗎 一天到晚被他們嫌 真的 我就受夠了 我跟你講 又走心了 又走心了 我在外面是國際巨星 我在下面跟什麼一樣 你知道我OK 你不知道我很紅嗎 真是的 我們點牛排 然後牛排 一送上來 這麼貴 然後怎麼那麼小啊 然後那個店員 他還沒走 才剛問你上菜 好窩囊喔 然後這樣夠我吃嗎 然後店員就想說 你可以不要來啊 我是一個非常注重 生活儀式感的人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一家人就會想說 我就會先提出來說 我們要不要去吃一個 什麼高檔料理 去偶爾去一次 然後可能就是 你要換一點衣服 你敢跟你爸說 我們去吃高檔料理喔 就是偶爾嘛 只是享受人生 他不會想你一爸想嗎 高檔料理啊 我認識你一爸比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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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我覺得不太適合 對啊 從你口中 從你媽口中講是高檔料理 跟你們搭啊 我要讓他趕快觀念改一下 他是隨時隨地有時候 比如說下課回來 爸好餓 怎麼樣 今天晚上吃什麼 我說今天晚上隨便啊 家裡一住 還是你想出去吃啊 怎麼樣 維多利亞怎麼樣 牛排 我真的超級 他就這一掛的 他說怎麼樣 不會還Loris吧 就是對啊 他就會這樣講啊 然後 還會日本料理嗎 日本料理會啊 我都很喜歡 就是那種高檔的 我常常就是邀他 我都很喜歡 你喜歡高檔料理的氣氛是不是 有一天 生活儀式感 對啊 有一次 我們就去餐廳嘛 然後去餐廳 我們換了衣服什麼的 都打扮好了 然後我們走進餐廳 結果餐廳有一些那種蠟燭 有些花很正常的 他不能接受 他就是一進去之後 然後坐下來 好熱喔 他就直接 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啦 那時候 然後我跟媽媽 他就說旁邊 蛤 你都坐在桌上的 你在那裝飾的蠟燭嗎 你在吹息嗎 不是 他覺得很熱 他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一小個蠟燭會熱啦 不是啊 有一種那種 比較高一點的蠟燭 或者是比較大一點的 就是他有旁邊花 然後他也就是跟 那個服務人員來的時候 他就說 那個花可不可以幫我拿走一下 你佔我盤子的空間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聽完 我好傻眼 我都敢 為那個服務生感到抱歉 你知道嗎 不是 因為那個真的習慣不一樣 我想說 蠟燭在那邊第一個 你講話好刺眼喔 一個火在那邊 然後第二個 我在那邊吃飯 蠟燭在那邊燒我 結果我是 我到底是來吃美食 還是在吸你的二氧化碳 我就覺得 我這樣不舒服 好刺激喔 你是不是覺得花瓶 擋到你們彼此的視線 擋到視線 擋到我愛的眼神 對我還懂 對 所以我希望把它挪開一點 對啊 但他們對我的抱怨 還不只這樣 那有時候像 他們說我太直接了 有時候像我們餐廳吃飯 對 然後吃飯像上次 我們就點了一個那個 我們點牛排 然後牛排一送上來 有的時候你要批評 或者是你要有一點 覺得自己主觀的東西 因為牛排其實 你吃東西很主觀 對 所以你要等這家店的老闆 或者是員工走了之後 我們在私底下聊 他不是 他這牛排一送上來 這這麼 這麼貴 然後怎麼那麼小啊 然後那個店員 他還沒走喔 才剛問你上菜喔 我以為他是要想說 怎麼見血 結果是想怎麼會這樣 怎麼那麼小 怎麼那麼小 那這樣夠我吃嗎 然後店員就想說 你可以不要來啊 這感覺好像 他一定不是他的義務 你知道嗎 所以你媽在這方面 有沒有比較稍微比較有儀式感 對 我媽就是跟我星座一樣 然後天蠍座 都很喜歡這種生活儀式感 就是你才會讓自己開心 然後一天的壓力 可能就是 因為這樣子就沒有了 不是一直往上加 往上加往上加 他就會整個人情緒越來越高 對 心裡就是臉越來越臭 本來就是一盒口罩就是 喔好 一盒口罩 然後慢慢慢慢在家 你要在哪是不是 然後呢 這位老兄呢 他只戴一種口罩 要很潮的嗎 黑色 你今天戴的口罩是什麼 我先戴黑的 那你 你講一下啊 你覺得爸爸哪一件事很不理解你 我覺得 我覺得爸爸不了解我是 我的消費習慣 就是我很喜歡 就譬如說現在口罩 疫情 然後非常時期的時候 你口罩一沒有 你沒辦法出門的 但是他永遠的個性就是說 現在夠用就好了 他沒有一個備案 沒有多的嗎 沒有多 他不喜歡 他不能有多的 但是他永遠就是看到 用完那些多的用完了之後 他就說不要再買了 所以他永遠只喜歡一天用完 沒了再買 沒了再買 那很麻煩耶 就他不喜歡先囤 對 很麻煩 然後這樣子你出去又要再跑 然後也很不方便 但他就是不想 當下不想看到那個 結帳的那個收銀台上面的那個 數字越來越大 他就不想去看到 所以爸爸真的對數字 非常的敏感嗎 非常敏感 所以數字一直往上加 往上加 他就會整個人情緒越來越高 臉越來越臭 本來就是一盒口罩 好 一盒口罩 然後慢慢慢慢再加 慢慢慢慢再加 是不是 真的用得到 針對這一點我一定要說 我覺得我兒子 對於口罩這件事情 他大概有點像是 李炳輝一般的看不到 因為家裡面的口罩 你有知道有多少嗎 我們家現在的口罩 庫存有這麼多 一盒一盒 一包一包的 這麼多 我跟媽媽沒在管他了 就是我們就買我們的 上網的時候 媽買吧 半年份就先買 他們那個是感官型的 你知道嗎 兩個都天心 然後趕快就 譬如說媽媽喜歡蕾絲口罩 就去搶 然後買了之後就放在那邊 到現在沒戴過 然後 一些有花紋的 有圖案的 然後覺得 韓式的口罩 看起來很不錯 然後就買一堆放在那邊 到現在 都沒有拿出來用 那這很浪費 很浪費 那你就蕾絲的 你就拿出來用一下 所以都我在用 你不知道我前天還用什麼 上面都是那女生的那個 花紋 那我口罩都沒有那種 好 我戴 對啊 然後 然後呢 這位老兄呢 他只戴一種口罩 要很潮的嗎 黑色 很黑 黑色很基本啊 很基本 那我說你為什麼只戴黑色呢 我說素色的口罩 家裡還有很多 為什麼你不戴呢 黃色 橘色 什麼色我們都有啊 因為黑色最好配衣服啊 對啊 你會破壞穿的啊 上課 你今天戴的口罩是什麼 你也想黑的啊 不是 但是那黑的是放了大概半年 一直沒有人用 它是那種有點韓式 它比較照得太很密嘛 然後他們會覺得 講話很熱 沒有人要戴 結果都我拿來戴啊 OK 好 很辛苦 山菜的爸爸 真的耶 真的耶 我姐很愛妳好不好 我只比那個褲蓉 慢一步而已 這麼大 對 去紀念 我要是手腳快一點 搞不好你還叫姐夫了 太噁了 太噁了 醫生還有一個逃脫 不負責任的說法 你不要看現在啊 現在是不是剛做好 你不習慣 看久了 你就習慣了 結果你自己看習慣了 對 你周遭的人看得都不習慣 不習慣了 真的不習慣 他在催眠你 洗腦 現在有沒有開始漸漸有人說你帥 帥不敢講 年輕 你可以從這臉看出來 我已經五十六歲了嗎 可以啊 沒有 沒有 我沒有兄弟 你 球棒 你又很難看出來 董哥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 不然 還虧我跟妳姐姐那麼熟 三賽的爸爸 真的耶 真的耶 我姐很愛妳好不好 她如果知道妳在變這樣 她就會 我 我打這個什麼 那個訊息給她 她都還會回訊息給我 因為她很愛妳 妳 我只比那個庫隆 我慢一步而已 你怎麼玩 我 李姊姊 不要這樣 季季彥 我要是 我要是手腳快一點 搞不好妳還叫我姐夫了 我 我 有沒有啾氣 沒有 太噁了 太噁了 麵條 妳跟我媽還差不多 妳跟我姐 我要吐了 妳媽跟我媽同一個獅子會 真的 真的 我媽也說妳很孝順 對 妳媽媽叫黃美 黃秀 黃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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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叫黃春滿 差一次 我補妝只有演過兩三部了 其他的十部我大概都演現在 現在我大概都是女主角的爸爸 所以我叫國民老爸爸 我演過太 我在雲圈演過太多武漢學人爸爸了 我演過山菜的爸爸 我演過林志穎的舅舅 也就是劉河南的爸爸 然後也演過楊晨寧爸爸 演過陳喬恩的爸爸 演過任榮軒的爸爸 Selinda的爸爸 還演過那個誰啊 我就想算了一下大概八九個 包括大陸 大陸妳看彭遜很多戲裡面 我也都是爸爸 那現在弄完活以後 角色可以不一樣啦 變年輕啦 可以變小玩 我覺得我現在全是 你可以演叔叔了吧 叔叔可不可以 演叔叔可不可以 叔叔 叔叔不重要 叔叔的角色 叔叔的戲不多吧 叔叔 就像是演女婿 她在戲有多少 因為你在我們心目中 我跟我姐心目中 你就是最厲害的那個 喜劇演員的爸爸 真的嗎 喜劇演員的爸爸 最厲害的喜劇演員的爸爸 因為大爺說 大爺是說他真的從來沒有拍戲 這麼開心過 他說因為董哥實在是太好笑了 對 董哥很有趣 然後就演爸爸演得又生動 然後現場就是神來一筆 然後就是加一個什麼劇 然後大家都笑成一團 所以他到現在都還會回味這些 所以你是片場的開心果 對 可以這麼說 我希望拍戲的時候大家是開開心心的 不是好像誰都喪氣 好像只是為了五斗米 就是為了錢來拍戲 那不是 能夠把你的興趣跟工作 樂趣加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工作才是好玩的 小姐不惜地的YouTube 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小姐不惜地的 現場錄影啊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反正有可能 快來訂閱小姐不惜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